- 韓丹程禮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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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今天帶大家去體驗航鴉航空A330的商務艙 - 今天我會從香港飛到首爾仁川機場 - 這間麥當勞很貴多人 - 如果真的趕時間的話 - 千萬不要去 - 我帶你去一個更好些地方 - 今次我所承擔航空是星空聯盟的成員 - 所以在香港機場都可以用新加坡航空的銀人貴賓室 - 一進去轉右就會見到一個洗澡房 - 因為它正在清潔中打開了門 - 所以我就立刻衝進去拍給大家看 - 有些椅子可以讓你坐下 - 整理一下自己,穿一下衣服 - 整個空間感其實都很大 - 看完洗澡房之後 - 進去Lounge就會見到一個酒吧 - 不過大家進來,應該最關心的都是一些食物 - 所有食物都相對來說都是一坨東西 - 可能是一些東南亞的特色 - 最令我喜出望外就是它有一個章魚蓮藕湯 - 不過味道比較淡 - 另外我覺得最有驚喜的就是它有一個豆腐花 - 豆腐花是中規中矩 - 另外基本一些貴賓室有的東西它都會有的 - 因為我沒有吃晚飯的關係,所以都拿了很多東西吃 - 但你看到呢? - 真的是一坨東西,就不太理想 - 很不新行的感覺 - 印象中大家應該覺得新行的感覺是很健康的 - 那些食物真的差一點 - 但我真的太喜歡喝章魚蓮藕湯 - 所以沒辦法,都要多拿一碗來喝 - 你們現在看到這個位置,我是特意選過的 - 我比較喜歡自己一個人坐在這裡吃東西 - 那這個位置是十分之好的 - 好像你已經坐在business class那樣 - 那我不是坐在頭等,所以這裡我就進不了 - 好啦,喝飽吃醉就差不多走了 - 喝飽吃醉就差不多走了 - 上到機,但又沒起飛,那怎麼辦呢? - 搞一下別人的位置吧 - 坐在後看到對面就有一雙拖鞋 - 質地不錯,毛毛拖鞋挺舒服 - 另外有個抗噪耳機,不過今集就不給大家看著 - 下一集先,記住看完下一集吧 - 在水瓶的位置就有兩張濕紙巾 - 不知道是不是要提醒你喝水之前要洗手 - 作為一個商務艙,當然你這張椅子是可以調教的 - 這裡有些按鈕給你調教 - 一個大家一般都不會用到的掛三勾 - 打開Armrest,你就會見到一個古董遙控 - 在這裡建議大家,如果大家不是真的有需要的話 - 別拿出來,因為很難收回 - 另一邊的Armrest有萬國插,耳機孔,以及USB - 個Armrest是可以打開,變回原本的用途 - 讓你把手放進去 - 另外座位中間有一塊板 - 私隱度加1 - 有個用來練指力的閱讀燈 - 要給點力量,你才能按得著 - 巡礙都搞別人的小書 - 有安全卡和歡樂袋 - 還有些我永遠都不會在機上買的免稅品 - 在座位中間有一張小桌子 - 如果你是外國的客人,他會預先給你一張入境卡 - 不過轉機就沒什麼用 - 令我桌子好像太極形狀 - 那就分界了,你不要過界 - 他的眼罩和儀塞就好像遞果盤一樣 - 上到機時才遞給你,問你要不要 - 眼罩的質地也不錯,不會太緊 - 上到機禮拜都會給你一杯飲品 - 我就點了一個Champagne - 張皮有點薄,不過都很保暖 - 枕頭都有彈性不錯 - 張桌子跟我上次搭Polish Airline一樣 - 都是可以向前向後,打直打橫 - IFE 即是機上娛樂系統 - 有中文給你選擇 - 帶入到街面,很古老的 - 好像香港河空以前的街面一樣 - 但現在沒有了,聽聞就白有 - 電視的靈敏度不是太高 - 但裡面的影片都算是新的 - 澳本海蜜,AI創世者 - 最特別的影片是會教你機上做體操 - 這些看新聞的高端東西 - 到阿聯遊你才看 - 這裡就沒有了 - 它跟我上次搭LOT一樣 - 都是一個222的佈局 - 注定的私隱度是低的 - 但我也覺得不要緊 - 但它有幾樣東西 - 都是令我非常之失望 - 現在跟大家說一下 - 首先,Lake Worm是不錯的 - 但其實一到平躺的時候 - 原來發覺是沒有躺平的 - 為甚麼不整齊 - 其實我看到距離差一點 - 是否怕你睡得太軟 - 起不了身呢 - 或是他們的食物比較好吃 - 所以就不想讓你睡著 - 看看一張酒的菜單 - 以短途機來說 - 其實它的選擇都非常之多 - 夜食方面有西餐、韓餐給你選擇 - 另外西餐裡面有二選一的主菜 - 我就叫了一個西餐 - 所以頭盤就是個鴨胸 - 挺好吃的 - 主菜我叫了烤雞肉的意大利粉 - 其實意粉和雞是好吃的 - 但它給了這把辣醬 - 好像暗示要我擠下去 - 這樣 - 然後我就擠了下去 - 惡夢就來了 - 第一呢 - 盤這麼小就拌不住了 - 第二呢 - 放進口的感覺 - 酸酸的又不是太辣 - 我不知道我在吃什麼 - 我在想意大利人 - 看到這盤食物的時候 - 會有什麼反應 - 吃完這壇食物之後呢 - 我也是叫了一杯酒 - 朗朗口 - 他們送了一些粒士給我的 - 普通粒士 - 吃完東西一定要去廁所 - 一個很普通的商務艙廁所 - 地方不大 - 沒什麼特別 - 最特別的地方是 - 它有瘦口水 - 仿法好像就是告訴你 - 吃完那碗食物 - 要朗口一樣 - 還有拆牙 - 還有拆牙 - 老實說 - 其實不應該期望太高 - 因為始終它這個價錢 - 其實跟香港航空 - 其實都是差不多 - 比起上來 - 服務上 - 航亞和航空都比較優勝 - 話雖如此 - 但我都會形容它是韓國版的香港航空 - 什麼都有 - 但總是差那麼多 - 而兩間航空的共同之處 - 就是他們都曾經面臨破產的邊緣 - 現在航亞和大航航空是合併的 - 期待合併了之後 - 有些機型翻身一點 - 可能會坐得更舒服一點 - 看看合併之後會不會更好 - 現在就下機 - 準備在貴賓室休息一會 - 轉機去日本 - 下一集就會帶大家看看 - 由首爾去東京的航程 -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下一集 - 我是黃丹晴 - 希望大家可以like和share這條影片 - 和訂閱我的頻道 - 我是Lemon - 下次再見,拜拜